大家好我是喜欢研究各种副一代样本的陈泰山 今天内容有点特别不是分析副一代的发家史 而是来到福布斯王氏榜第一名狗血又刺激的泰国王氏 大家对泰国人的印象是不是这样的 或者 现任泰国国王瓦基拉龙宫长这样 福布斯预估他的家产达300亿欧元 怒甩无意身家的英国女王几条该 独王家的故事和泰王比起来就是毛毛鱼了 现任国王拉玛时事国际知名playboy 有过四任皇后还公开纳菲娶小妾 哦对了泰国实行一夫一妻之哦 我的天哪 但国王的任性冲破法律 泰国人民的心态估计就是 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 3月底泰国疫情防控至今 瓦基拉龙宫可能是全世界最爽的人 她带着100个佣人和20名嫔妃跑去德国避疫 包下阿尔卑斯山卖脚下的豪华酒店 这20位嫔妃都是泰王挑选的女伴 有些想借此上位 有些则是迫于压力而加入 害怕拒绝的话自己和家人会遭到报复 所以不得不失分泰王 据说四位公主的闺蜜就是其中之一 记住这个四位公主后面要考哦 住酒店期间 泰王和嫔妃们一起玩一种cosplay游戏 称她们为sas 每个人从s001到s020均实化编号 脑补一下可能翻牌子的时候就说 今天我要13号 哎我只有在学校食堂点菜时有这种气势 嫔妃的任务就是陪泰王吃喝玩乐 但如果有国王不高兴 随时会遭到殴打或鞭吃作为惩罚 承罚过程甚至会被拍摄下来 泰王心情好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看看 回味无穷 而侍奉到位的嫔妃会被封为忠于国王的美人 泰王还做了特别说明 这个封号指称等同于少校 大家别觉得奇怪哦 这家泰王是国际著名迷惑行为大师 还曾封自己的宠物狗福福为空军大将 求泰国军人的心灵营面积 这里要科普一个知识点 泰国虽然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 但和那些没有实权不参与政治 更像吉祥物般存在的王室不同 泰王是经过几代人的权力斗争和制衡 使军队效忠于国王 泰王的地位由此变得非同一般 这些泰王拉马时事算是史诗级的渣男了 各种魔幻操作层出不穷 他的前妻和前人们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连亲身骨肉都被流放 但总有年轻女孩前扑后继拼了命想上位 泰王25岁时就被父母安排了正式婚姻 娶了自己的表妹宋沙瓦丽 第二年就出轨女明星了 袁佩是私人王妃中唯一一位善终的 虽然命很强 守了15年的活卦 但离婚后她还能一直住在曼谷皇宫里 安然无恙的当着孩子的母妃 这多亏了宋沙瓦丽的背景 她来自王太后的家族 势力强大的玉昆家族 父亲是泰国最高司法部门的首席主席 也是泰国书命院的前任成员 在泰国国内位高权重 女儿离婚后她不再是泰王的岳父 但依旧是她的舅舅 所以泰王对袁佩一家一直很客气 相比之下 第二任王妃尤瓦提娜就是野鹿子上位 她原本是个女明星 大张气鼓地和王处搞婚外情 同居十几年 生了四子一女闹得满城风雨 成了泰国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小三 泰王袁佩那个气 一场重病住进医院终于同意了遗婚 于是小三欢天喜地的被扶症 没想到才扬眉吐气了两年 就被多情的泰王给连妈带娃的一锅端 二王妃被废除的过程非常难堪 当时泰王到处张天打字报 称王妃出轨空军元帅 一怒之下将她和孩子们全部驱逐出境 不得回国 剥夺一切头衔和特权 只有斯瑞公主被留在了王室 Why 因为泰王曾找风水大师算了一把 大师表示斯瑞公主望她 所以才把公主又接回了身边 现在公主在时尚界发光发热 成立了自己的品牌 还在巴黎时装周办秀 泰国明星见到她都得跪着 想看斯瑞公主传奇故事的同学 请扣一 二王妃栽打后 新日很快上岗 那就是表面温柔贤淑 背后玩到飞起的三王妃 门西拉米 三王妃家境一般 从小就很上进 从曼谷商学院毕业后 进入王宫成为泰王的侍女 也有坊间传言 她是被人安排整容后 送到了当时还是王子的 瓦西拉龙宫身边 总之她确实野心勃勃 不甘心只当个保姆 一边攻读工商管理学硕士 一边想办法生米煮成熟饭 毕竟竞争对手太多了 出身卑微的她 只能走母瓶子贵路线 小皇子出生后 泰国王室迫于压力 承认了她的王妃身份 不过小王子被查出 患有多动学习障碍症 哎呀 我忽然发现除了原配 后面几人王妃 都是先上车后补飘牙 这位三王妃的 辣眼睛事迹可就多了 曾和泰王一起 给宠物狗服复过生日 她穿着钉子裤 地不壁体地 趴在地上为狗子吃蛋糕 还有大量奔放的合影 我都怕这种照片放多了 B站会给我限流呢 泰王宣布离婚 并宣称三王妃曾是 推舞女 从此把她打入冷宫 软禁在一处 不为人知的地方 一夜之间 财富特权头衔全部坏灭 她娘家全组被超 成了阶下囚 罪名是借王室名义 搞腐败 哎呀 真是活得不如一条狗啊 服服坑了三王妃 却依然过着天上人间的日子 在18年狗生中 她攀爬至了名利场的巅峰 2007年美国大使 为泰王招办晚宴时 服服也一同正式出席了 据说 现场数百名兵客 都对空军大将 服服的风资再三回味 2015年服服去世 还举行了 为期四天的佛教葬礼 真狗生赢家啊 流水的王妃 铁打了挖子拉龙宫 我确定自己不是在唱Rap吗 新欢又又又又又又又 登场了 这次是离泰王小26岁的 太行前空姐苏地的 多年前 老国王觉得儿子太不成器了 把他关在德国 没想到反而给他找了个世外桃源 他和苏地达在德国 过着纸醉精明的生活 住上一豪宅 开四任飞机到处玩耍 这个苏地达也是高级玩家 据说情史特别丰富 认识泰王后 速度打败一众情敌 包括三王妃成功上位 此时泰王灵光一闪 开启了宠妻新套路 无论女朋友来历如何 是空姐还是保姆 通通先掉路皇家卫队 接着一步步提拔军衔 最后就可以名媒争取啦 苏地达用了短短六年时间 一路从空军 升至中卫上位 国家护卫队副司令官 并被授予将军军衔 表彰他护主中心 有责任感 并勇于牺牲 也不知道一个空姐能牺牲什么 再次求泰国军人的 心理阴影面积 去年 在老国王去世后 瓦吉拉龙宫 举行了泰王加冕典礼 正式接国大权 同时册封苏地达为王后 一国之母正享受 人生巅峰的喜悦呢 国王的新女友施尼娜 已经在护卫队中 担任陆军上下 等待出头啦 真是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啊 只不过这次 手握大权的心泰王 骚操作也升级了 在册封王后的两个月后 他就忍不住公然那切 册封小护士出身的施尼娜 为贵妃 都0202年了 我居然还能看到 新闻里写着贵妃 这是什么魔幻剧情啊 虽然全国上下都知道 提出异议 因为法律也规定了 言论攻击王室成员是重罪 所以做完这条视频的我 也再也不敢去泰国了 有了那么多前车之见 现任王后如履薄冰 小心翼翼 对任何长辈都是毕恭毕敬 极力培养好感度 而新贵妃就把野心写在脸上 恃宠而骄 结果把自己作死了 贵妃册封还不到百天 泰王就宣布撤出 所有王室头衔和军衔 理由是因为 施尼娜违反了 作为朝鲜的行为守则 对国王不忠 而且野心伯伯企图 占有苏帝达王后的王位 是不是可想而知的嘛 就这样 施尼娜成为宫斗炮灰 如今 泰王带德国快乐地放飞自己 泰国国内却正在面对疫情爆发 医疗物资匮乏 医护人员不得不自行 红制口罩的危机时刻 更要命的是 清迈的森林大火烧了半个月 毁了近400公顷土地 空气污染指数 跃居世界第一 这会儿正是人民需要国王出面 号召大家团结抗议 鼓励和安抚老百姓的时候了 这导致部分泰国民众 在网络上表示不满 甚至把相关话题顶上热搜 不过泰国官员立刻发推警告大家 空气国王可是重罪哦 其实泰国王室在百姓中的威望 是很高的 这多亏了已过世的老泰王 老泰王普密鹏原本是个文艺青年 18岁时 他的哥哥在王宫寝室里 被子弹射穿脑袋 这场谋杀至今还是个迷疑 老泰王在心风血雨中 接替哥哥继承王位 他在位的几十年里 泰国闹了二十多次政变 总已换了三十多个 老泰王却从未倒下 反而在政治动荡中 不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活成了泰国人心目中的神 他和妻子坚如磐石的婚姻也很圈粉 比偶像剧drama多了 想看的请扣一 我考虑下次专门讲一期 老泰王有四个孩子 大公主乌文勒 是麻省理工高财生 赌亡儿子的校友 但他热衷于竹梦演艺圈 还跟余文勒演过对手戏 朴实的三公主 施宁通 威望高 人气高 他终身未嫁 专心帮父亲治国搞科研 是个大才女 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曾有一度传出他有可能继位 但他不愿与哥哥对抗 明确表示对王位的女性趣 四公主朱拉盆是化学博士 也是抚养两个女儿的单身妈妈 目前和一个学者在交往 总之啊 关注泰国王室 就像在看活的甄嬛传 隔三差五就有高能头条 吉人王后不断验证 以什么样的方式得到 就会以什么样的方式逝去 在多情的国王身边 小三是高危职业 真是半君如半虎啊 吃瓜吃得饱饱后觉得 做个普通人也蛮开心的 如果你想要加速视频 记得一键三连 欢迎加入我们的 黑钻青年修炼小分队 市场瞬息万变 让我们再